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喝一杯茶 晚上去睡一餐飯 去看戒籃 聽一首歌 全部都可以有 我想大部份人都比較專注於自己的東西 我本身是一個設計師 所以我要訓練到自己的觸覺很敏銳 或者我對很多東西都很八卦的心態 小孩子的心態 對每一件未見過的東西 或伸出的東西都要有好奇的心態 我沒有逼自己 我本身的性格是這樣 所以有這些pure heart 就要接受愛樂的事物 任何人都會經過年青成長的年代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分享 甚至我年代到現在都有 很有好奇心 然後他們是不喜歡有博促的 全部在上網看好東西 覺得老師是out day 覺得爸爸是過氣的 他們的知識澎湃得太厲害 每十年都有新世代 所以他們實際上都需要有flexibility 有自由 我想一定有 由初初我中學比二十歲出來做 我又沒有受過正式的政規訓練 我是從那個training開始 就是白痴 變成了好處就是好像海綿一樣 在水中 吸收得很快 吸收得很強 還有那時競爭沒有那麼厲害 還有我在港公司的時候 跟所有的老闆 大部份都是外國人 所以他們很不寧去分享很多東西 迷失有的 問老師 問老闆 問同事 在那個年代 學習的機會很多 《花心》實在是一個貶移事 因為剛才我說的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平衡 兒童心 我每天出來 我就好像把琴是洗光 一張白紙 重新的見 重新的吸收 《花心》只不過是代表 你對事物的好奇狀態 我一直都是說 做一個創作人 就一定要花心 因為人要開放你自己 於是你會答應 做出所謂花心的狀態 才可以接觸新的東西 如果你每件事都typecast了 例如一加一等二 我為什麼不可以零點五加零點五加一等二 這些 formula 是你怎麼會recreate出來的 看你是否可以靈活貫通 十八歲和第一個女朋友拍拖 在利母女看的戲票還在這裏 直到我和她坐過電車飛 我操電車飛 我操電車飛 操巴士飛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普通家人長大 亦住過當時所有的劏房 所以我很珍惜一些我旁邊見到的東西 所以有些很鳴明的東西 我都操作了數碼 去到當自己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可以操書 操書 看到外國 我的老闆可以去泰國買些佛 我現在可以做佛 很多人可以追尋到我的成長 形成我今天所存 為什麼這麼廣泛 一方面是我的老闆影響我 行業影響我 而且我沒有讀過正規大學 沒有讀過所謂的藝術學院出來 所以我覺得唯一去增值自己 不斷增加自己對市民的分析能力 呼草的東西是最快的 而且你看我經常到處飛 我都一定會花時間在每個國家的市場 因為在貼西市場裡面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很小的空間 立即了解到本地和過去的文化 這是我其中一個學習 一個最大的地盤 成長後世界最大小的見穂 我級別五個都對於藝術學院 深刻的時間 滅峰震 靜的時間 從小是來尾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